文化大革命 你们可能还小 你们没有受过收猪院的教育 我们小时候是要去看收猪院 还有那个舞蹈 那个农民非常痛苦 背着在水牢里 刘文采 收猪院你们不知道 刘文采 听说过吗 在我们那个年代是最恶霸的地中 刘文采四川的大地中 刘文采 刘文采有水牢 如果不叫猪就把它投放到水牢 后来的历史考证了 那个水牢是根本不存在的 水牢是我们虚构的 那只是刘文采堆放杂物的一个房间 那个房间里面从来没有关过任何人 那收猪院 这个东西也是虚构的 是吧 那么刘文采 实际上刘文采是一个什么人呢 是一个地方乡村 他当时把他赚来的钱 在四川建了一所学校 叫做文采中学 当时是四川最好的中学 去那里读书的很多贫苦孩子都是免费的 跟我们的西方小学一样 那么当时说刘文采有多么凶恶 前几年 刘文采的第五个老婆 他确实有好几个老婆 他第五个老婆去世了 那记者采访他 他呢 92岁了 还怀着对刘文采的满腔的乐爱 他是回忆起刘文采对他的 你想想刘文采当时娶他的时候 50多岁 他20多岁 那大了20多岁了 是像他的父亲一样 他刘文采穿着长袍马褂 这个很温文尔雅 这个 当然刘文采他本身做生意 他不是一个 这个或者说你说他奸商给 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呢 他不是一个恶霸 他做贩毒 犯这个军火生意 做鸦片 他才会赚钱呢 他当时一度呢 是四川最大的这个烟贩子 当然这些 当然是他非常不道德的一面 但是在对待村民 对待乡民 对待家人 这些方面 他并不是一个恶霸 那么 他去娶这个 他这个第五方一太太的时候 那么 他是怎么娶的呢 有梅人做梅 他本来人家是给他介绍 他的姐姐这个女的姐姐 因为刘文采那个时候已经五十多岁了 他的第四个老婆又有病 是吧 大老婆死了 那么然后呢 他呢就想再娶一房 大家觉得这样不对 是吧 我们现在多好 都是忠对于爱情 白头道 但在那个年代 中国男的是没有争操观念的 是吧 大家要理解这一点 就是这是我们的文化传统 我们的批判 是吧 要加强学习 学习三个代表 但是呢 在过去没有 他一直没有这个观念 是吧 一直改正不过来 是不是 这个 他是没有真的观念 因为中国传统 他就是封建社会 这很复杂 是吧 这牵涉到财产分配 牵涉到这样一个 中国的整个社会的这种 制度 制度和财产的所有权 他牵涉到这些方面的问题 所以他是 男人他要娶 好几房的太太 这样他孩子才多 那么在社会上 家族才能丁兴旺 家族才能兴旺发达 所以这些呢 我们就要看 像刘文才这么一个 建国以来最大的 关于地主阶级 恶霸的 这样一个神话 他 基本上是虚构的 基本上虚构 所以 反过来我一直认为 就是说 关于地主阶级的阶级本性 这个叙述呢 也 基本上是虚构的 是我们历史的一种描述 是我们政治的一种 一种界定 一种定义 因为如果说 中国的地主阶级 就完全是腐朽的 没落的 垂死的 然后横行乡礼 欺压百姓 压扎民脂民膏 那么说明 中国整个 封建社会 其实封建这个说法 已经是历史唯有毒的说法了 中国的这样一个封建社会 它是失败的 它是失败的 所以中国传统文化 在整个封建社会是失败的 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 它的最主要的 在民间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 它的承担者 是这些地方相声 它除了士大夫文 就是这些地方相声 中国过去的民间的统治 它是不需要 比如说我上一回头说过 只需要到县官 县官以下 它都是地方自治 地方自治就是家族统治 当然这也有很多 这个不能道的事情 是吧 不正义的 非正义的事情 这都有 但是它整理上来说 它是靠地方相声的 那种道德威望 是吧 它们的这样一个能力 来管理中国的地方 所以关于革命的 这样一个叙事 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一看 它是 共产革命的需要 我们建立了这种叙事 所以这种叙事 它本身 我们要把它 作为一个阶级的想象 我们建构了这个阶级 建构了这种阶级的想象 我们也建构了这种阶级的文学 建构了这种阶级斗争的文学 这是因为我们中国的现代性 它要走上激进革命的道路 它要走暴力革命的道路 通过这种暴力革命的方式 来创建一个和过去的历史 决裂的这样一种新的一种社会 因为确实 其实我们来看 中国 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 动乱的根源 当然不是我们这几句话 我们这个课能够解决的 是吧 军阀混战 不断的战争 日本帝国主席清约 然后腐败无能 贪污 这些情况都存在 但是呢 这个根源是不是 中国的地主阶级 的腐朽呢 是不是中国地主阶级的没落呢 我觉得这当然是 我们近代史和现代史的一个问题 大家可以看过一部电影 就是摇摇摇摇到外婆桥 是吧 那个是 巩俐演的 是吧 巩俐你们已经叫做阿姨 是吧 但是 对于我们这代人说 是我们心中的偶像 是吧 是我们心中的 这个小姑娘 是吧 这个 他演那个小金宝 然后那个黑社会的老大 还有一个老二 这个小金宝和这个老二呢 这个偷情 其实老二跟小金宝说 我们到巴黎去度蜜月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句话 在当时是非常厉害的 就是说老二 他代表了地主阶级中 新兴的一种力量 是吧 他们已经崇尚西方文化 已经崇尚浪漫 已经懂得偷情了 而不是 那小气 是吧 但这个小金宝 那个老大的 黑社会老大 是吧 他是从这个农村 跑到城市 但是你可以看到 城市里面 他搞的那套 他还是乡村 但是呢 农村呢 这些地主 在中国现代社会的到来之后 他们也发生一种变化 你看这个吴孙普 当然在某种的书写当中 这种乡亲的地主 他们也 依然是那么没落 对城市光怪陆离的现象 是吧 他感到都不适应这个老头 看着这个昏头战狗的 但这都是文学作品 这些接受了共产革命思想的作家 他对地主阶级的一种界定 那么苏同的英树之家 大家可以看到他里面有一个 一个是叫陈草 是吧 那个刘老霞 他的儿子陈草 陈草是刘老霞和 是他家的长工 陈茂和刘老霞的小老婆 偷情深的 那么这个陈草呢 他会打网球 受过信事教育 他把他的土地分给农民 收更低的株子 等等等等 就中国的地主阶级的年轻的一代 他们也都受过这样一种教育 是吧 如果说 并不是说非得通过暴力革命 把他们诈税 他们才会产生出一种 他们才能够 必须诈税他们 那么中国历史才能够变化 所以当然 中国的近代以来的历史 我们当然今天很难在这里一言难尽 是吧 但是我很难去分析 地主阶级在中国近现代社会 他们的这样一个历史的罪恶 他们到底应该接受什么一种下场 我很难说清楚 但是我想表述的就是说 在革命文学作品当中呢 把地主阶级做这样一个阶级的定性 同时给予一种模式化的 这样一种描述 它是革命文学的一种想象 这种想象是否真实 是另一回事情 但是这种想象 有它历史的必要性 所有的想象都根源历史的冲动 根源历史的必要性 同样我们后面要讲的白猫女也是 白猫女的传说 并不是说有一个配地主阶级皇室人 这个非礼过的一个用人跑到山山 这是虚构的 是有一个白猫仙姑 是吧 说波波灵 是吧 她会预知这个 预知这个灾难 能够避免灾祸 能够祈福 非常灵 然后呢 把这个东西就把它改变了 改变成这个地主阶级 怎么这个压迫这个少女 就是革命呢 它通过这样一种叙事 它建构起了地主阶级的非法性 它在历史中的做一个没落阶级 垂死阶级的这样一种状况 然后革命具有合理性 革命具有必要性 革命的正义 历史的正义 它要以这种方式来建立 所以革命文学最开始 建构这种历史趣事的 像定地太阳照在山江河上 它起了一种定基性的作用 尽管说 但是这个革命文学 它的地主阶级的描写并不真实 是吧 它很夸大 那么这里边的钱文贵 是吧 诡计多端 是吧 那么其实这个小时候 最后的启发农民 要斗争地主 开始非常困难 他启发农民的那种仇恨 对地主阶级的仇恨要想一想 是吧 地主阶级到底干什么坏事 所以这个 像这个李子俊 这个 他是一个非常没落的 其实已经不需要 不需要大大气候去斗他 最需要斗的是钱文贵 因为两次清算这个地主 他都逃过来 那么这次一定要把钱文贵斗打 所以小时候最后是把钱文贵斗打了 然后这个来获得了一个非常成功的 完满的这样一个革命的结局 那么钱文贵呢 他是一个什么人呢 当然他本来是传统中国相对中的那种相声 他了解外面的社会和时局变化 见多识广 是吧 那么小时候中有不少的 也写了他如何有心境 自私自利 如何盘算 吃小亏占大便宜 所以作者呢 极力把它塑造成阴险毒辣的人 但是这一点呢 似乎不太成功 那么小时候塑造了农民的成长 塑造了张玉民等的一些形象 这个 但是我觉得写的比较成功的是成龙的形象 这个他是中间冷幕 他又和原来受钱文贵的压迫 后来又跟钱文贵的侄女 黑衣呢 他们之间呢 发生了一种恋情 那么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看 这部小说让我感到 惊异的是 小说一步一步的 要启发农民起来革命 启发农民去 搜寻那个记忆中 对地主阶级的仇恨 然后最后激发了农民的仇恨 他听到孩子们的讲呼声 就是最后最后 小说都快到结尾了 倒数过来的第几部分 就是说 然后到了街上 台上的人互相使这个眼色 大家都明白是一回走 什么事 那么都站着不动 伸着头去挖 民兵呢更奔紧了脸 不说话 张玉民李宝祥托付贵往台中一站 李昌喊起口号来 打倒恶霸 打倒公家地主 那么一边跟着喊 一边往前起 但他们是用一种 极紧张的心情看着 等着 他们除了喊口号的时候 输尽急了 哗了一声 农民们在一个轻轻的命令底下 同时把洞的枪酸 能不能更紧张起来 于是这个 你看看 其实后面呢 他有更加那个 情绪一步一步的激安 其实前面呢 慢慢的煽动 是吧 其实我要念的话 就让大家体会那个情境 就丁明的这个描写能力 还是非常强的 他写这个斗争的场面 你看 他很有层次感 一步一步 是吧 然后那些细节 是吧 然后大家的反应 那么不同的人 扮演不同的角色 其实你看这个 后面是台下就喉尘了一片 是吧 然后有人冲到台上来 他们抢着质问秦文贵 秦文贵的老头也哭巴了一个脸 仗到秦文贵身后 向大家讨论说 好爷们 劳了咱们老头儿吧 好爷们 你看他老婆都这么惨 是吧 然后 有人就情绪更加上来了 底下来别人威胁到 打死 打死他 就已经要打死他 是吧 秦文贵被逼不过 心里想 好汉不是眼前亏 只好说 好爷们 全是咱错了 有也罢 无也罢 咱都成了 咱只请大家宽大宽大吧 然后他有一个儿子当八路军 然后 刘婉上头去揭露 你说 咱约了你了 你说你骗咱爹爹开末房 有这回事吗 有有 大家注意这些细节 就让他真正拿出证据来控诉 这个 这个 秦文贵的 恶的事情 就是说 足以把这个人打死的这个证据是些什么 你把咱大哥拉去当兵 有没有这回事 有有 他大哥来当兵 怎么回事 他是当 他也没有当过家长 但是他就帮忙这个家长 做工作 现在动员了 就当兵一样 是吧 就是他是动员的 大概是这样 他咱二哥给你逼疯了 有没有这回事 那有有 咱约了你没有 没有 他妈 那你为什么说 有也罢 无也罢 就是 底下喊 要他偿命 打死他 大家会发现 他动员他去当兵 这个建末房 这个就和打死他 这个东西 有没有告诉一个对等的一个关系 是吧 他没找出血债 是吧 能不能都用上来了 你看所有的他的罪恶 就只有那两项 那我们就用上来 打死他 打死长命 他说有一个恶哥被他逼疯了 等等 所以你看看这一段 就是钱文贵的 从家上被撕烂了 写止 然后那些人都说要打死他 是吧 那么最后说 要不要打死他 就是还要报给 你看 这里的有一个农民说 底下倒 死他几个也藏不了 就是说 他最后 接受了的血债 其实是非常有限 是吧 但是呢 大家都说要打死他 这个是 然后这个时候 有人把钱文贵 抬回台上 因为他已经被打趴下了 他像一条快死的狗 躺在那里喘气 有人说 打死这狗 什么的狗插 他要死了 就不受罪了 咱们让他求死不得 当起这孙子好不好 所以 大家可以看看 这种场面 就是最经典的图感 描写图感的场面 也是最早的这样一个 革命文学的这种 暴力革命 和这种斗争的场面 所以我们现在要看一看 就是一方面 我们会发现 对地主阶级之中 罪恶的有一种虚构 革命叙事 对这个阶级本性的一种虚构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这样一个文学作品 它的书写 就完全是令人反感的 是吧 我们可以看到 在那个时候 它这样一个叙事 它所具有的一种 更大的历史正义的表情 那是另一个问题 我们今天无法去讨论的问题 感谢观看